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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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粘茶颤作为每天定课 把念佛求往生抛却脑后 正修未曾真正下过一番功夫 而一再强调助修 这不是主次颠倒吗 阿弥陀佛尚未真实念 却说佛号不灵 不能消夜 殊不知 是自己念的不如理不如法 这个现象是一大批念佛人的缩影 念佛念不下去 就改变路线 改变方向 太多人这样做 虽然他不一定是拜占茶颤 但是他想别的办法 甚至有的净土到场 看大众普遍念佛念不下去 就想办法让大众学点别的 干点别的 这些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厌离心 生死心 出离心不切 这才是真正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用生死心切念佛 用真心切愿念佛 用愿离娑婆 如欲求之祭出牢狱 愿生极乐 如穷子之私归故乡的心念佛 功夫自然得利 业障自然消掉 有人说 詹茶颤是某某法师弘扬的 言下之意 听某某法师的不会错 这些人忘了 忘了善导大师的尊尊教诲 大师开始专修净土 恐怕我们心智不定 被其他法门之师所夺 于是假设初二三四果圣人 即柱形象地等觉菩萨 乃至十方诸佛 尽虚空变法界 现身放光 劝你舍弃净土 给你说殊胜妙法 大师说 你都不肯接受 因为最初发愿 专修净土 不敢为其所愿 印光大师评说 善导和尚 早知后人者 这山看见那山高 妙无定见 故作此说 已死尽 辗转弃木之狂妄偷心 我们是否落在 这山看见那山高的行列里面 彻悟大师也说 若正修净业时 躺达摩大师呼陷在前 乃约 无有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之禅 辱但舍至念佛 无极以此禅受辱 但当向祖师做礼位 我先已受释迦如来念佛法门 发愿受持终身不易 祖师虽有身妙禅道 无则不敢自为本事也 纵获释迦如来 忽耳献身 未曰 无先说念佛法门 特一时方便尔 今更有殊胜法门 超于笔者 如当且至念佛 无极未说圣法 欲只可向佛起手成白 我先禀受世尊敬业法门 发愿一席尚存 绝不更张 如来虽有圣法 无则不敢自为本愿也 虽佛祖献身 尚不改其所信 况魔王外道虚妄写说 其足以摇霍之也 能如是信 其信可谓深矣 念佛人内心要清楚 就算是释迦牟尼佛 来到面前 劝你有更殊胜的法门 你都婉言谢绝 这才是对净土 坚固不动的信心 怎么人家运用一点 事质变聪 就轻轻易 把你十几年的念佛 动摇了呢 我们的信念要坚定到 就算是师父上人告诉你 还有更好的法门 你都不要 你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 纯而不杂 这才是真信 当然这是假设 沾茶颤风波 值得我们反思 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 大家不信佛 不信佛理 这二个佛字 都是指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真够严重 不单是搞沾茶颤的念佛人 存在这个问题 不搞沾茶颤的念佛人 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二 不信佛 不相信阿弥陀佛 我们通常不相信阿弥陀佛 而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烦恼 从什么地方看出来 从关键时刻看出来 关键时刻 比如生病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这句佛号 能不能派上用场 悠闲自得之时 自己仿佛念佛念得很不错 可是到了紧要关头 便迅速还原成一个标准凡夫 把阿弥陀佛当成透明 把阿弥陀佛置之度外 也不念佛 也不求佛 这是不信佛的表现 古德都说 消夜障 最好的方法 是念阿弥陀佛 可是我们念了很久 并不见效 我们念的方法有问题 那要怎么念呢 一 以不苦心念佛 印光大师 是念佛的过来人 念佛的专家 我们不得不来聆听老人家的开示 大师说 念佛要时常做将死 将堕地狱想 则不肯切 意志肯切 不相应 意志相应 以不苦心念佛 即是出苦第一妙法 亦是随缘消夜第一妙法 这段话有个要点 以不苦心念佛 则是消除业障的第一妙法 以不苦心念佛 请问我们做到了吗 佛尚未真实念 还没认真念 就说念佛不能消业障 真正用不苦心来念佛 业障消得干干净净 一生阿弥陀佛 能处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这一生是用不苦心念出来的 不是嘴皮畅畅而已 这是我们的着力点 不苦心 第一妙法 佛说 无苦无出离 对地狱 对六道轮回的苦 产生恐怖感 我不抓紧念佛 就极有可能堕入地狱受苦 长劫轮回 这种恐惧地狱 恐惧六道的心 叫不苦心 地狱有多苦呢 我们无法想象 经论中举了一个辟语 每天以三百根尖锐的长矛 连续不断地猛力地刺穿身体 所产生的痛苦 相比地狱的微苦 无法比喻其少分 因为不苦 所以拼命地念佛求出离 银科法师是最好的例子 自古很多修行人 因为害怕堕入地狱 所以他不分昼夜地拼命修行 用强烈的不苦心 出离心来念佛 你功夫就得力了 还担心业障消不掉吗 这是我们普遍缺乏的 急需用力 二 如旧投然地念佛 印光大师又说过 如堕水火 如旧投然 以念佛 则无夜魔不消已 好像被大水冲 被大火烧求救般迫切 好像头发着火了 要赶紧扑灭般 紧急地念阿弥陀佛 那么无夜魔不消 没有夜障 魔障 消不掉的 双重否定 极肯定 所有夜障 魔障 都消掉了 如果晃晃悠悠 心不在焉 喊几声 肯定无济于事 着力点是 如堕水火 如旧投然的心情 祖师的开始 我们不是字面上念念就过去了 而是要去做 去落实 内心真正生起 如堕水火 如旧投然的感觉 这种感觉推动我们念佛 那么 怎样才能如旧投然 痛念无常 无常经说 未曾有一事 不被无常吞 这个吞字非常生动 我们每一个人 终究会被无常吞没 说不定什么时候 死亡就来了 亲戚朋友当中 常常有人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 毫无准备 新闻中这样的实力 更是比比皆是 无常随时都会到来 它发生在别人身上 也同样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每天 每小时 每分钟 甚至每秒钟 都在面临死亡 全世界平均 每秒钟死亡的人数 是1.8人 每分钟死亡的人数 是108人 每小时死亡的人数 是6,480人 这些死亡的人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不分民族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 是这个数字里面的一员 也许是你 也许是我 死亡并非像我们 意想的那样 缓慢 而充满规律 它所出现的方式 因缘及时间 永远无法确定 由于死期的不定 我们又怎能保证 明年 明天 或下一时刻 自己不是在恶道中 辗转身影 死亡不会等待我们 浪费了大量时间 还轻松充分地 做好迎接他的准备之后 才姗姗来迟 因此 当我们看到死亡的迅猛 与部位后 要放下对世间的追逐 与执着 与无常赛跑 抓紧念佛 应该认真慎重地 考虑一下生死大事 古人常说 明天与后世 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因缘品云 明日死谁知 今日当今进 比死主大君 岂是辱亲戚 我明天会不会死 不知道 没有把握 所以今天应该精进念佛 阎罗王难道是你的亲戚 难道他已经答应你 放心 今天你不会死 明天也不会死 等你退休了 老了 到八九十岁的时候 我再来接你 我们随时都有死 死亡的可能 分分秒秒都应该拿来念佛求往生 如此念佛无业不消 因此 祖师的话一对照 就清楚 不是阿弥陀佛不能消业障 而是我们念佛的方法 心态不正确 真信佛 就靠导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早就说 无人但以净土法门 为一座大须弥山 全身靠导 树鸡不被一切知识所夺 而现身可以了脱矣 否则随风倒浪 了无以时 哀哉 全身靠导 通身靠导 你敢吗 真信就敢 假信就不敢 全身靠导 阿弥陀佛 则不会被一切善知识所转 那么现身可以了生脱死 否则随波逐流 见义思迁 结果是随夜流转 出苦无奇 杰流大师也说 靠着一句佛号 如须弥山相似 一切静缘 无能摇动 上面说了 风平浪静的时候 貌似很信佛 但在千军一法之际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就烟消云散 早把阿弥陀佛忘了 这个不是真信 三 不信佛理 因为不相信阿弥陀佛 自然的连带不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 把阿弥陀佛当成普通凡夫 小看阿弥陀佛的力量 以凡夫的心理 测度阿弥陀佛的词里 看看印光大师怎么说 既知娑婆是苦 极乐是乐 应发妾时是愿 愿离娑婆苦 愿得极乐乐 其愿之妾 当如堕侧坑之极求出离 又如细牢狱之妾念家乡 己力不能自出 必求有大势力者提拔令出 娑婆是借一切众生 于逆顺境 起贪嗔痴 造沙盗淫 会屋本有妙觉明心 乃无底之策坑 既造恶业 必受恶报 久经常劫 轮回六道 乃不赦之牢狱 阿弥陀佛 于网节中 发四十八愿 度托众生 有一愿云 若有众生 闻我名号 求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誓愿度生 若众生不求接引 佛义 无可奈何 躺至心称明 誓求出离 娑婆者 无一不猛 垂此设寿也 阿弥陀佛 有大势力 能把娑婆 无底策坑 不设牢狱之人 直下出离其中 习结安置于 极乐本有家乡 令其入佛境界 同佛受用也 这段话 有二个关键 己力不能自出 必求有大势力者 提拔令出 阿弥陀佛 有大势力 这些话 我们应该 牢牢记住 自己没本事 必须求助有大势力者 谁呢 阿弥陀佛 净土法门 是权杖佛理 专杖佛理 这两个词 是印光大师 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师之前的大德 也有这个意思 但没有说的这么清晰 肯定 并且反复强调 直至让我们刻骨铭心 一般都说二立法门 权杖佛理 专杖佛理 关键字眼 是权和专 大师用这二个字 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提到最高点 强调净土法门 是全部仰仗 阿弥陀佛的力量 专门仰仗 阿弥陀佛的力量 那是不是 静宗不要自立呢 不是 静宗的自立很特别 念佛了生死 全杖佛理 由自己真信 切愿念佛之力 感佛垂词皆引 故能待业往生也 静宗的自立就是真信切愿 信一分就账一分佛理 信十分就账十分佛理 信百分就账百分佛理 不信就不账佛理 全信就全账佛理 印光大师说 好高悟胜者 每每齿谈自立 藐视佛理 不知重生致死 无一事不胀人力 而不以为耻 何独于了生死一大事 病佛理亦不愿受 丧心病狂 一致于此 静宗行者所当切戒 业力与佛理的关系 印光大师举过两个比喻 一个是红炉点血 一个是传载众食 阿弥陀佛万得鸿鸣 如大野红炉 无人多生罪业 如空中骗血 业力凡夫忧念佛故 叶便消灭 如片血 尽于红炉 即便了不可得 这个比喻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再大再重的业力 都只是片血 阿弥陀佛是大火炉 片血接近火炉 马上融化 印光大师是净土法门的权威 他说得这么斩钉截铁 再深重的罪业 由念佛故 也便消灭 另外一个传载众食的比喻 也铿锵有力 无人在生死轮回中 久经长解 所造恶业 无量无边 若障自己修持之力 欲得灭尽烦恼或业 已了生托死 其难欲于登天 若能信佛所说之净土法门 必真心切愿 念阿弥陀佛名号 求生西方 无论业力大业力小 皆可藏佛此力 往生西方 譬如一颗沙子 入水集沉 纵有数千万金石 装于大火轮船中 即可不沉而运于他处 亦随意使用也 时遇众生之业力深重 大火轮遇弥陀之磁力广大 若不念佛 仗自己修持之力 遇了生死 需到夜尽晴空地位方可 否则纵令烦恼或夜 断得只有一丝毫 已不能了 欲如极小之沙子 一笔沉于水中 绝不能自己出于水外 净土法门为什么超胜一切法门 原因在全障佛里 这是净土法门最特别的地方 其余一切法门都仗自理 发心弘扬静宗的同修 应该把这一点大声几呼 大家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会油然而生 印祖说 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 其利与普通法门大不相同 故今多有依普通法门 论净土法门 由自自悟悟人 而又自为弘法力生者 故生其多 其最初错点 在不察佛力与自力之大小难以 以仗佛力之法门 应引仗自力之法门 而欲评论 智有此师 使之佛力不可思议 不能以拒福凡福修持之力 相为评论 则凡一切疑惑不信之心 化为乌有 不信佛力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印光大师有答 念佛时 毫无感应 系不知佛力 心不恳切 不知佛力 又为身言净土经论故也 身言净土经论 才会知道 阿弥陀佛的力量 多么不可思议 所以印光大师定的 道场规约 虽不讲经 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弦 但堂中日日常讲 讲念佛的开示 劝信 劝愿 劝行 那么 我们的办法是听经 多听 反复听 自然会坚信佛力 强化 信愿 不夹杂 竹窗随笔中 有一篇念佛部专一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这样说 我以前在某寺参学 有一天 听该寺的方丈 对大众说 中元日当作 玉兰盆斋 我以为一定是 涉斋供仲 但到了中元节 并没有涉供 只是领众念佛三天而已 又听说 从前某寺的当家师 遭官府拘捕 寺中首座 集中举行佛事 祈求救护 大众以为 一定要诵经持咒 结果 也只是教人高声念佛而已 这二件事 皆迥然出于 常情意料之外 颇有大人处事风格 值得学习和效法 今有许多念佛的人 名为专修净土 可是为了祈求 增长寿命 便诵药师经 为解罪迁 就拜梁黄颤 为了救济恶难 则持消灾咒 为求智慧 便念观音文 把一向以来 所念的佛号 置之不顾 以为念佛 无济于事 为何不想一想 阿弥陀经中说 必佛寿命无量 何况人间 百年寿命呢 有观无量寿经中说 至心称念 阿弥陀佛 于念念中 能除八十亿解 生死之罪 何况目前的 罪够和恶难 又不能消除的吗 有无量寿经中 佛说 我以智慧光 广照无阳界 念佛的人 阿弥陀佛 常以智慧光明 照处其身 何况普通的聪明才智呢 一句佛号 如阿且妥药 能治一切疾病 但如果三心二意 不肯信服 则纵有神圣功巧之妙术 对你也是无可奈何 莲池大师 给念佛的人 照了一张大合影 生动逼真 绝明妙行菩萨这段话 大家早都耳熟能详 大凡修净土人 最计是夹杂 何谓夹杂 即是又奉经 又持咒又做会 又好说些没要紧的禅 又要谈些吉凶或福 见神见鬼的话 却是夹杂也 既夹杂 则心不专一 心不专一 则见佛往生难以 却不空废了一生的事 你如今一概莫做 只仅仅持一句阿弥陀佛 其声极乐 日久功成 方不错却 重点是一概莫做 只仅仅持一句阿弥陀佛 其声极乐 我们做得到吗 五 不学戒不等于不持戒 我们的专业是净土法门 我们的戒律是信愿持民 有人疑惑 佛至比丘 五下以前专精戒律 五下以后方许听教参禅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学戒律行吗 离我们最近的两位祖师 用行动回答你了 印光大师从二十一岁出家到八十岁往生 念了一辈子的阿弥陀佛 没有学戒律 海贤大师从二十岁出家到一百一十二岁往生 念了一辈子的阿弥陀佛 没有学戒律 但是没有学戒不等于不持戒 戒有定共戒 道共戒 他念佛得到清净心了 定共戒 清净心怎么会做错事情 他开悟了 开悟是道共戒 他的起心动念和戒律自然相应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了 自然持戒圆满 五下以前专经戒律 五下以后方许听教参禅 讲的是通途法门 即是普通法门 但净土是特别法门 特别的法门注定不走普通的路线 看看印祖下面这段话 修持法门有二种不同 若障自立修戒定慧 以弃断获正真 两生托死者 名为通途法门 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 以其障佛慈吏 往生西方者 名为特别法门 通途全障自立 特别则自立佛力 兼而有之 很明显的对比 依自立修解 修定修会 这是普通法门 依真信切愿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特别法门 六 念佛的目的是求往生 沾茶颤能吸引一大群人 还暴露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多数念佛的人 信愿不真 用现代的话说叫动机不纯 念佛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 应光大师反复强调 念佛的目的是求往生 这是动机纯正 念佛的人不求往生 而是求世间福报 沾茶颤之所以吸引人 因为听说 他无论什么事都能沾茶 家庭 事业 财富等等 一切大事小事都能沾茶 这正中了一部分人的心理 把地藏菩萨当成算命先生 好一点的说 沾一沾 往生有没有把握 这个难道要沾吗 要问自己有没有真心切愿 自己心里有底 欧义大师更是开出了一个衡量的标准 事情淡一分 佛法自有一分得力 娑婆活迹轻一分 省西方便有一分稳当 此事只问心 不必问知事也 知事亦劝淡世情 轻活迹 专修出药耳 一门深入 长期熏修 从理论上说 这个门 任何一门都可以行得通 但从实践中谈 这个门只能是净土法门 为什么 因为你想今生就了生死成佛道 只有这个门 印光大师说 修行 为随己身份而立功课 非可执一以论 但决定不可 不依信愿念佛 回向往生一法耳 一门深入 万善元修均可 若弃舍净土 于别种法门 一门深入 并万善元修均不可 以仗自立 绝难献生 了脱故也 七 结语 沾茶颤 是地藏菩萨 大佛所说 我们绝不会批评 毁谤 弘法的法师 力生心切 普劝静宗同修 兼修 沾茶行法 我们随喜 他的功德 可是我们有权 不照单 全收 我们学善才童子 五十三位大善知识 给他介绍不同的法门 他坚守一句 阿弥陀佛 雷打不动 真下定决心 求往生的人 他们会本能的自觉 谢绝 沾茶颤 因为他们内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的信念 早已根深蒂固 不容许任何人来破坏 因为真念佛人 都心照不宣 一句阿弥陀佛 已绰绰有余 不仅沾茶颤 是夹杂 这一句阿弥陀佛以外 都是夹杂 念阿弥陀佛 直达西方极乐世界 这条康庄大道 我们不掉头 不拐弯 不舍尽求远 不信佛 不信佛里是普遍的通病 我们应该整顿信心 若真信 必定真愿 真愿必定真行 真行功夫自然得利 最后 供养大家一段印祖的教言 若于此法 注止净土法门 能生信心 虽是业力凡夫 即可献生了生托死 超凡入圣 倘不于此法 认真修持 而于如来所说 一切诸法中 随修一法 或兼修各法 日了生死 悟到即生不能了 或今百千万生 即百千万节 尚不能了者多多也 何以故 以念佛求生 西方一法 专障佛力 自己 但具 真信 切愿 持佛 圣好 在于临命中时 决定蒙佛 接引 往生 西方 其余一切法门 必须修到 夜尽 晴空之时 方可 了脱 生死 否则 任辱功夫身 功德大 烦恼若有一丝一毫未尽 则仍然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之外 以自立了生死 必 障佛力了生死 其难以西斥 天渊 玄疏也 辱性 素有善根 于此法门 能生信心 然须立身重视 绝不随其于经典 知识 言教 舍此法门 令修他法 恕可不复此素根 欲献远也 若读诸 大成经 见其一理深奥 或亲近 禅教 绿密 各宗知识 闻其所说 亲切 遂誓念佛为平常 誓彼为奇特 舍此修彼 则如至子舍父母 重病弃良一 欲得成人欲病 何可得乎 错误之处 错误之处 恳请师父上人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六十年前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 跟李老师学教 老师告诉我 他举联社的例子 都是他的弟子 跟他一心念佛 那个时候 台中联社联谊 有20万人 老师告诉我 一万个人当中 真正能往生的 三五个而已 还不错了 还有三五个往生了 那么不能往生 这是执念佛人的 有九千九百多 九千九百九十多 一万个人 才值三个到五个 多说呢五个 少说呢三个 为什么原因 治疗法师这一篇报告 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 所以我们修福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修福 求生观发财 求佛菩萨保佑 占绝大多数啊 老修心的人 身体不好了 还去求医 求医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不对 你要问我 我不求医 我求阿弥陀佛 我求往神 那很多同修来 找我 看了我身体不好了 找医生来看我 来看 也开药房 我也照吃 这是什么 随缘嘛 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没有这些医生 没有医生 也没有医药 随缘 这个为什么 我修福 学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 我知道阿弥陀佛的心 我也知道 本思释迦牟尼佛的用心 这个释迦牟尼佛 佛心 菩萨心 无非是帮助众生 利苦的路 利苦 要知道 要利究竟苦 阿德罗呢 也要知道 要得究竟路 那究竟苦是什么 六道轮回是究竟苦 你能不能处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究竟路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真的是究竟路 究竟路 第一个路 无量是我 我们在这个时间 寿命太短了 一百岁也是短命啊 怎么能跟无量说别 这一次没有遇到佛法 那就不必说了 遇到佛法 没搞清楚的人 太多太多 说个有九个 没搞清楚啊 不止 一万个 可能有 九千九百个 没搞清楚 真正搞清楚 我相信 他只有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这一个目标 西方 极乐世界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千金 阿弥陀佛 好老师 出世法里的第一 第一老师 怎么知道 摄放祝福 赞叹 你听到了没有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第一老师 这个话 不是 凡夫说的 祝福如来说的 那不是一个佛赞叹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 我们有这么好的运气 遇到一切 诸佛当中 第一 佛 这都难得 你要是不相信 我的血气了 再去找别人 那就真错了啊 我们找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叫我们念佛 求真净土 我是1977年 第一次到相关来见 当时有一些法师 他们不念阿弥陀佛 他们念本师 释迦牟尼佛 跟本师很亲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是外人 疏远一点 跟本师很亲 来跟我谈了 也希望我念本师 释迦牟尼佛了 不是我念阿弥陀佛 是释迦牟尼佛教的 我要不念 那就违背了 本师的意思了 是他教我的 那还能错误吗 念了这么多年 实在讲 业障很深 罪孽很深 为什么呢 到现在还没有功夫成片呢 可是信心愿心 决定有 决定不会改 到85岁 把一切尖叫 这是一切 生平最喜欢的 通通通发现了 专讲 无量寿 专念阿弥陀佛 恒顺众生 随其功德 跟我专念阿弥陀佛 不相违背 十一不少 我的方向目标 坚定 不随喜呢 别人不高兴 生烦恼 随喜他就高兴 他不生烦恼 这也好 这也好 自疗法诗 很难得 从出家 专修 应光大四文朝 他对于这部文朝 很熟悉 许多重要的 段落 他都能背诵 静应光发誓的弟子 走私不在了 四书弟子 他走得比我好 我在台中 前后跟李老师十年 第五年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我的能力 只能教你五年 往后呢 他给我介绍一个老师 他的师父 应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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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往生了 李老师 将业部 应光大师 文朝 给我 我没有专修 我没有专修 治疗法诗 比我强的地方 我对大成绩 尖叫和恨恋 贪恋 特别是冷言 发华 化语 都是我向往的 冷言 是我跟李老师学的 前后 讲过七遍 那 法华经 我讲过一遍 大意 法华经 大意 叫不到一百个小时 在华言上 用的时间最多 第一次 讲华言 没有录像 录音 那时候不是录像 录音都没有 第二次讲的时候 有录音 后面还有录像 我记得好像是 讲了 四千多个小时 讲到粗竹品 全间大概是 五分之一 四千多个小时 像我那样讲的 我讲得很详细 听的人有受用 那这一步从头到尾 也认真讲一遍 要两万个小时 大学里面的课程 有哪一门 有哪一门 有哪一门过程能相比 两个小时是一个修分 一万个小时 那八十五岁 我放弃了 为什么呢 求生极乐世界 要尽 天天念着 求阿弥陀佛了 救我我生 我没有其他念头 对于经教的爱好 没有减少 怎么办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 再去 现在暂时 通通放下 我走的是这个路子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教我 舍方诸佛如来教我 我争取的 就是这种事情 那么除着这个之外 我牵挂的 还有一种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 老祖宗留下来的 四苦劝书 四苦悔悠 阿弥陀佛 以及唐太宗 在这个书里头 揭露精华 变成至过的宝典 全书之药 民国初年 学书界有一些长老 也是受全书之药的影响 用这个方法 全书之药的方法 将四苦全书 编了一套之药 那我们看到了 印了一碗一碗套 这个东西 不会失穿了 这是四苦的一把钥匙 我们现在想办学 办什么学 不是普通学校 是特别学校 这特别在哪里 特别是 专学文字学 专学全书之药 国学之药 我们的教科书 就这么简单 目的呢 希望培养 能够读四苦全书的 专家学者 他们在基础上 奠定之后 在四苦里头 选一门 下十年功夫 他就变成 这一门的专家 世界第一 能有二十三十个人 这二三十步 这样的人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虽然一切精通 我们要提倡 一精通 一精通 方能一切精通 这些理念方法 都是一些规矩 要是规矩 一精通 一切精通 他得定 他开智慧 所以 古神 一切 开晤了 大吃大物的人 不多 大物的人 不少 小物的人 更多了 小物 管用 我给同学说 我是小物 管用在哪里呢 这么多年来 我在国籍上 讲经教训 遇到不少政要 遇到不少教授 专家学生 他们学的 我没学过 可是谈话 我们谈得很头远 他问我的问题 几乎我都能解答 我没学过 小物 不是大物 大物是菩萨 确物是神佛 小物是阿罗汉 有密切 这密切是什么 我自己的经验 放下 自己 佛法将 无果 金刚经上说 无果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要把这个放下 无果 当然就没有 烦恼息 就没有 明文立扬 无欲流程 这个东西 要放下 为什么 它是障碍 它甚至 能障碍你的 念佛的信心 怨心 都是因为 没放下 为什么不能放下 没看破 我们是从佛法 今天得来的 这些知识 带来的 带来什么 海贤老和尚说的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假的放在心上 错了啊 真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要放在心上 除这之外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个事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你多自在 所以 治疗是这份报告 真正想求往生的人 要多看几遍 好 我们看下面 还有一份 刘树云就是 法语会群生 传递正能量 合合护道场 一 两封来信 引人身诗 2014年底 护法居士给我转来两封信 一封信是抹道场 负责人写的 另一封信是在这个道场 挂铁的同修写的 前者述说管理道场的种种苦衷 后者是状告这个道场 对他的种种不公 前者满腹委屈 后者不依不饶 两位写信者都希望我表态 特别是后者更是强烈要求 我站出来说话 从他的来信中 我了解到 这位同修在给我写信的同时 也给师父上人和定弘法师写了信 希望得到支持和认可 看了这两封信以后 让我陷入了沉思 我百思不得其解 都是学佛之人 都自称佛弟子 都自称是上进下空老法师的学生 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这两封信 我一封也没有回 为什么 因为当时双方都在火头上 如果我回音 就会起到火上浇油 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双方都希望得到 我的认可和支援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不会站在哪一方 去反对另一方的 那不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现在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估计双方的火也该消消了吧 但愿我今天所说的话 不要再燃起舌战之火 我心平气和的说 你们心平气和的听 说对了 供你们参考借鉴 说错了 欢迎批评指证 我先来说说这个道场 首先我必须肯定 同修们建立这个网络道场 初衷是好的 是为了给修学净土 念佛法门的同修们 搭建一个互相学习 交流分享的平台 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肯定 再一点 据我对这个道场的不完全了解 这个道场的组织者们 是认真负责的 是尽职尽责的 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他们是在义务里 为同修们服务 为同修们的修学提供方便 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们应该予以尊重 理解和支持 第三点 据我所知 这个道场在整个运作过程中 还是比较顺畅的 得到了广大同修的喜爱 我们应该予以珍惜 后来听说道场出现的一些分歧意见 主要是挂铁和删铁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有人曾经问过我 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处理 就是有同修在这个道场挂铁 铁的内容和道场的有关规定不符 道场组织者劝这位同修选择别的道场去挂 这个同修不同意 一定要挂在这里 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记得我当时回答的大概意思是 如果劝不听 实在要挂 就让他挂吧 对于和道场规定不符的帖子 大家不要跟帖就是了 但种的原则是尊重道场的规定 现在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我想借此机会 就这个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仅供参考 净土法门就是普贤菩萨的法门 西方极的世界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 普贤菩萨心量大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普贤菩萨的心就是法性 成就的是忍辱波罗命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小不忍 责乱大谋 什么是大谋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是大谋 没有比这个谋更大的谋了 一切都要为这个大谋让路 让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乱的大谋 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众生都是未来佛 理静诸佛 理静诸佛非常重要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第一愿就是理静诸佛 没有第一愿 其他九愿都是空愿 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对一切众生都要平等的理静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那位挂铁的同修 是不是众生里的一员 我们对他要不要理静 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知道是知道 可是一遇到具体人 具体事就拐弯了 是不是这样的 诸佛菩萨慈悲 我们是学佛人 学佛要学得像 将来也要做佛 做菩萨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佛菩萨的慈悲心 而且这种慈悲 是真诚的慈悲 平等的慈悲 正觉的慈悲 在这里 我要特别强调 平等的慈悲 尤为重要 我今天这番话 就算是对道场同修那封信的答复吧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答复是否满意 下面再和那位挂帖的同修说几句话 从你的信和所挂的内容上看 你是一个勤勉好学的人 而且是喜欢博学多文的人 你的帖子大多是引用或者摘抄主师大德的开始 讲话 谈话 你在信中一再问我 难道这些主师大德说的不对吗 在这里 我郑重地告诉你 这些主师大德说的一点不错 错不在主师大德那里 错在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把主师大德的教诲 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 就不会发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现在我想跟你探讨的问题是 过去我曾经多次说过 我们去哪个道场就要遵守哪个道场的规矩 如果你认为这个道场适合你 你就去 如果你认为这个道场不适合你 你就不去 你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吗 但是道场有道场的规矩 每个道场的规矩 有各有不同 有句话叫做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作为一个道场 有它的道场的规矩 也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嘛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一是按道场的规则挂铁 二是选择适合你的铁的内容的道场去挂 全国有那么多道场 包括那么多网络道场 你的选择空间是很大的 你干嘛非得要一棵树上吊死人 这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你到别人家去做客 一定要分清谁是主人 谁是客人 一般来讲是要客随主便的 不能反客为主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从性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比较固执己见的人 这种性格的人 相对来讲 烦恼会多一些 快乐会少一些 因为世界之大 情况之复杂 不会完全依你的意愿为转移的 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说 就是这个世界由不得你任性 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在这里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建议你以后尽可能的不给老法师写信 也尽可能的不给定红法师写信 因为老法师已经是八十九岁的老人了 你知道他老人家每天的排成吗 如果你知道 我相信你绝不会给老人家写信的 你会不忍心去打扰他老人家 再说定红法师 师父上人慈悲 安排定红法师去过青岛和尚那里学界五年 这是在为佛门培养后继人才啊 我们希望定红法师在这五年当中 把心静下来 把握机缘 好好学习 学成之后 做佛门法器 不负恩师厚望 蓄佛惠命 光大佛法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定红法师 我们要关心他 爱护他 支持他把戒学好 你能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吗 我上面所说的仅供你参考 借这个机会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 那就是道场的其他同修 你们怎样认识和处理这样的问题 譬如说 道场的组织者和挂铁同修 产生了意见分歧 你怎么办 如果是我 我一定是习事宁人 绝不煽风点火 把事态搞大 这就是我的态度 怎样习事宁人 第一 不跟帖 不评论 不参与 第二 不挑事 不煽风点火 第三 牢牢把握住一句佛号 不拐弯 不受外界环境干扰 任你风云变幻 我自窥然不动 守住自己的清净心 我为什么说的这么三条 就是因为有的人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样的人 貌似公允 把自己打扮成 护持正法的斗士 这样的人 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自量力 能请神 不能送神 能挑事 不能平事 没事挑事 是挑起来了 又控制不了局面 你说这种人 是在护持正法 还是在破坏正法 宁愿人 一看便知 这真是 挑事容易 平事难 没事找事 真于完 鬼神看了 都见笑 你说可怜不可怜 关于这两封信 就说到这里 但愿大家听了 能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愿大家学佛 要学出智慧 这样信佛 念佛 学佛 才能得真实利益 让我们学佛 成佛之路 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顺畅 二 传递正能量 和和互道场 师父上人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定要了解 认识我们的客观环境 我要有道场 活不到今天 我要是建个道场 麻烦可就大了 一生老老实实 走讲经说法的道路 我这一生三不管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一生交给佛菩萨安排 别人和我对立 我不和别人对立 要学忍 要学让 一切都要忍 一切都要让 师父上人的这段话 越品越有味道 严谨亦该 严必有忠 老人家一生不见道场 不正是学释迦佛 走释迦路的真实写照吗 这正是他老人家的高明之处 是他老人家大智慧的具体体现 和师父上人的大智慧相比 我们真是望尽 我们真是望尘莫及 师父上人曾经说过 他这一生到现在 还没有见到一个六合径僧团 记得刚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不太理解 怎么建个六合径僧团这么难呢 我心里暗暗的想 这件事我来做作 恰好有那么个机缘 2010年10月 师父上人慈悲 安排我去广州调养身体 我们一行 六人去的广州 我想我们就是一个僧团 于是我把想见六合径僧团的事 和同学的几位同修说了 他们非常欢喜 表示赞同 我天真地想 我一定让师父 他老人家看到一个六合径僧团 不让老人家失望和遗憾 可是事与愿违 历时六个月的实践 见六合径僧团的愿望 没有实现 事后我曾经反思 为什么没有成功 一是对这件事认识不足 把见六合径僧团 想得太简单 太容易了 大家想想 师父老人家 一生都没有见过一个六合径僧团 这件事的难度 显而易见 可我却不自量力 一想天开 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二是 自己德行不够 不能服众 压不住阵脚 不是有句 有这样一句话吗 叫做厚德载物 你德行不够厚 怎么能载得了物 这是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三是经验不足 没有管理到场的经验 这是失败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六合径僧团没有建成 但这六个月 无论是我 还是其他同修 都是一个历练 磨合和提升的过程 现在回想起那一段经历 大家在为六合径僧团 没建成而惋惜的同时 也深深感到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每一个人 内心深处都保留着那一分美好的回忆 从这件事情上 使我体会到建立道场 管理道场 该是何等的不容易 下面关于有关道场问题 我谈几点初前体会 第一 关于怎样认识道场 先从狭义上来说 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场 多指寺院 安堂 居士林 念佛典等等 很多人喜欢跑道场 也多是到这些地方 去参加一些佛式活动 诸如各种法会等等 再从广义上说 尽虚空变法界 无处不是道场 尤其重要的 心即道场 道场即心 为什么 因为心生万法 你说心是不是道场 我的这个说法 不知你认不认可 曾经有一位法师 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说她的母亲 也是一位出家人 老人家已经往生了 留下了一座寺院 她的女儿 也就是问我问题的这位法师 接替母亲做了这个寺院的住持 后来有一次 趁这位法师不在寺院 有几位大僧 就把寺院占了 只给这位法师留了一个小偏院 这位法师就领着几个出家众和在家众 寄住在这个小偏院里 法师问我 该怎么办 我问法师 你想怎么办 法师说 我想通过法律程式 把寺院要回来 因为这是我妈妈留下来的 我说法师 既然你问我 我就直言不讳地说说我的想法 如果这件事情 轮到我的头上 我不打官司 不告状 寺院不是让大僧赞了吗 那就给他 法师说 他们还想把我从小偏院挤出去呢 我说 那就连小偏院也给他们 师父他老人家 不是说过吗 别人要的 我不要 您喜欢的 通通给你 有人不解 问师父 您老人家出家 学佛六十多年 您究竟得到了什么 师父回答 我得到了阿弥陀佛 多么精彩的回答 多么博大的胸怀 我们学佛的同修 除了阿弥陀佛 你还想要什么 我告诉法师 如果连小偏院都不让你住 你就找个地方盖个小茅棚 在小茅棚里念佛 照样成佛 大概不会有人再去和你争那个小茅棚吧 曾经有一位在道场管事多年的菩萨 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我在道场管事 如果我一切都横顺 我卑不卑因果 我回答 你的心清净 不卑因果 因为心清净 不负遗物 何来因果 如果你心不清净 有疑 有怨 有恨 你必卑因果 卑不卑因果 全在你的心 清净 不清净 海贤老和尚一声表法 一切横顺众生 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 许多人看清楚的 向他学习 有些人没看清楚 仍然沉沦六道 为什么 放不下自己的知见吗 人家海贤老和尚 天天生活在无量寿经里 也就是天天生活在清净平等觉里 善根福德 因缘 全具足了 如果打分数 人家能打八九十分 而我们能打十几分 就不错了 真的差得太远了 为什么 我们不老实 不听话 不真干 大道场 大增斗 小道场 小争斗 争个不停 斗个不停 真是斗争 坚固啊 我曾经说过 现在不是缺道场 而是缺真正的念佛人 有人批评我 你总说你不跑道场 你知道有多少人受你的影响 不跑道场了 回家念佛去了 我说回家念佛好啊 念佛成佛吗 人家又说 去世都不跑道场了 寺院谁来供养啊 我的回答是 正法道场 为陀菩萨供养 斜法道场 拨寻菩萨供养 如果是有场无道 何谈道场 无需供养 第二 关于怎样建立道场 现在全国各地 新道场为数不少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说到建道场 使我不由得想起了 来佛寺 来佛寺是一座 默默无闻的乡间小庙 没有气势宏伟的大殿 只有几间普普通通的小平房 没有金碧辉煌的镀金佛像 那里的佛像是霓术的 就是这样一座平常小庙 却造就了来佛三圣 这真是 乡间小庙出三圣 世间几人认得清 一生念佛不间断 五着恶事度众生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本师 释迦摩尼佛 是怎样给我们做样子的 释迦世尊好榜样 无欲无求无道场 三一一波树下座 讲经说法 话无量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讲 我的第一位归医师 上诀下务法师 见道场的故事 我是1992年 认识上诀下务法师的 记得第一次见面 觉悟师就给我做了三规一 可惜的是 那时我对什么是三规一 一无所知 只是走了个行事而已 我1992年 认识觉悟师 到2012年 老人家忘生 整整20年时间 这20年 老人家就在干一件事情 建道场 就是建黑龙江省 五大莲池市的中灵寺 这一座寺院 从无到有 一砖一瓦 都渗透着老人家的心血 我知道师父多么艰难 建庙缺钱 师父到处化缘 每次见到师父 我都感到他老人家 日渐衰老 我心里好痛 这个时候 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能有钱给师父建寺院 我不忍心看师父这样劳苦奔波 可是我却无能为力 今年的五月十四日 印立三月二十六日 是觉悟师父往生三周年的日子 我写了两句话 纪念师父 觉字悟字 原成佛道 觉他悟他 普度群生 道场建成了 老人家 老人家走了 他给后人 究竟留下了什么 令人三思 但愿后人 能记住老人家的恩德 弘法力生 有所作为 不负老人家一片苦心 说到如何建道场 我道想说 心即道场 道场即心 这个道场 必什么都重要 因为一切法 由心想生 这是一个能胜万法的道场 我们要把这个道场建好 守护好 第三 关于怎样护持道场 说到护持道场 大家往往 首先想到的是 对道场的供养 其实 供养道场 只是护持道场的一部分 而不是护持道场的全部 既然说到供养 我也想就这个问题 谈一点个人体会 师父上人 一贯宣导 出家人 此应该接受信众的四世供养 即饮食 医药 卧具 衣服 这个四世供养 不是师父上人 发明创造的 是世尊 传下来的 师父上人 宣导四世供养 这件事 可能是碰到了 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因为现在信众 对出家人的供养 远远超出了四世的范围 这些人不敢向世尊发难 只好把气 洒到师父上人身上了 我在这里想说 世尊传下来的四世供养 没有错 师父上人宣导四世供养 也没有错 因为这和世尊 入班涅槃前 告诫弟子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正确的东西 有人听了火冒三丈 因为这触动了 某些人的利益 但是一切都要以正法 久住为前提 四世供养 必须提倡 请诸位千万不要忘了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绝环 平等护持 道藏也非常重要 我这里是从广义的层面上说的 具体点说 一是对各个宗教的道场 都要平等护持 这也是落实老法师的 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理念 对于不同的宗教 要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要做到不诽谤 不批评 不比较 不排斥 我们要知道 不管哪个宗教 它的核心都是爱 所有宗教的神 都是来化解灾难 挽救世界的 记得我以前曾经说过 宗教领袖皆观音 视线事件来度人 无量法门皆殊胜 归宿都是极乐人 就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说的那样 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 佛菩萨就视线 佛菩萨就视线什么身 这个事情 知道的人少 不知道的人多 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往往会用自己的知见 对自己没有信仰的宗教 说短论长 其实 本无谁短与谁长 短长都是心中想 清静平等方为道 何必论短与论长 而是对佛门 宗门教下各个不同的门派 不同的法门的道场 也要平等互持 我们经常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可是一遇到具体时 分别心上来了 就是自己修的法门好 别人修的法门不好 有的强拉硬拽 拉人家的信重 师父上人曾经说过 拉别人的信重 那是缺德 我们学佛之人 怎么能干这缺德的事情呢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释迦摩尼佛传下来的 你批评哪个法门 都是傍佛 傍法 傍僧 平等护持道场 要慧眼示诸 不要误入歧途 现在道场多 传道的人多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鱼龙混杂 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了 还是念阿弥陀佛保险啊 第四 关于什么样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无私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无私的人 心中无我 只有虚空法界 一切苦难众生 这样的人 以道场为家 兢兢业业 为苦难众生服务 但薄名利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这种人 不善脏扬 默默奉献 不争名 不争利 不邀功 上户三业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上户口业 不羁他过 上户深夜 不失律仪 上户异业 清净无染 这种人 护持道场 最适合 最可靠 一门精进 常识 熏修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根据自己 所修法门的不同 选择相应的道场 护持最为有力 但绝不排斥 其他法门 其他道场 传递正能量 合合护道场 在这里 我要重点强调的是 护持道场 合合最为重要 合合心佛法 不合合灭佛法 心佛法是佛弟子 灭佛法的是 磨弟子 我真诚地希望 同修们 放下我智我见 做传递正能量 合合护道场的 真佛弟子 不做破坏 合合的 假佛弟子 千许则容忍 忍让则无争 放下几支箭 横顺诸众生 一切善恶皆放下 各个立地可成佛 地性是尊真实语 藏乐我尽在当下 今天讲的都是 和道场有关的事情 借此机会再讲一件 和道场有关的事情 在我过去讲课过程中 曾经赞叹过某个寺院 提到了立牌位 超度亡灵的事情 特别是提到的 操拔堕胎英灵的事情 同修们听了之后 对此事反应之强烈 是我始料不及的 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是 去这个寺院立牌位的人数猛增 打乱了寺院的正常秩序 影响了法师们的亲近 二是 给寺院护法趋势 带来诸多不便 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三是 给寺院所在地的信众们 带来影响 因为外地来挂牌的信众太多 本地信众挂不上牌 心生怨气 这件事由我引起 在这里 我郑重地向寺院住持 向各位法师 向各位护法居士 向寺院所在地的信众道歉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请你们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 我绝不二过 一定还法师们一个清净环境 还君士们一个清净的修行道场 这件事由我引起 一切因果我一人承担 在这里 我呼吁广大同修们 正确理解我所讲的挂牌超度问题 要弄清楚治标和治本的关系 解决这个问题 还得立足于治本 光治标是不行的 不是说你给亡灵和堕胎英灵立个牌位 就万事大吉了 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一定要从根上治 要从修行上下手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你成就了 才能真正救度这些亡灵 在这里 我真诚地给寺院住持 给法师们 给父法居士们顶礼谢罪 惭愧弟子刘树云顶礼 2015年5月 今天 这两份资料 都可以放在网络上 对出家在家的同学们 都有好处 刘苏云 也有了年纪了 思维 很清晰 人 很诚实 他所做的 所谓 很难应付 学会的现况 真是每天 千变万万 我们对道场 对过人 决定不能批评 不能毁谤 不要去叛逼 最重要的 夫自教的 三人行 必无私 这一句话 对我们修行人 有大利益 看到别人善 我们赞叹 学习 看得不善 我们不善 他不学习 认真回过头来 自己反省 我有没有像他这样的故事 有则改之 无则假命 关于超度 因年的事情 这是一桩好死 是一桩大死 全世界 每一天 多彩的人 有多少 数字 太可怕了 今天全世界 每一年 多彩的人数 大概是 二战当中 死亡的 总数 怎么超度 超度不是 共和排位 就超度了 没那么简单 什么人去超度 超度的人 必须有德心 必须有大慈悲心 有大菩提心 确确实实 念念念心中 有这些人 这些因灵 我们念佛给他回响 才有感应 排位 是行事 佛法 重视 不重心事 我们每天 讲经 在一起学习 宗苗 我都回响 我回响里面 就有一条 为全世界 堕胎的这些因例 二 二 一起 非正常的 这小孩的死亡 他不是正常的 很可怜 我们看到很多 附体 他们的报告 说明 英年的现象 无处可去 小英年 他还执着了个小孩 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 能力 一切都要靠人照顾 谁照顾他 除了佛菩萨之外 没人照顾他 我们都要能想到 都在我们念念当中 生生佛好 求佛菩萨 借淫自己 也求佛菩萨 普度 苦难 众生 那这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我们自己 为什么要 求真净土 如果说是 极乐世界太好了 去极乐世界想福 这样的心 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似乎有一切事实 都是帮助了 快速 回归自己 那毫无障碍啊 我们这些障碍多 障碍重重啊 极乐世界都能够快速地圆满成就 这个地方 我们能不去吗 我们还能贪念别的 这明文理一样啊 所以一定要知道 海鲜老后人说的好 好好念福 成福是真的 其他全是假的 假的 就应该统统放下 有放不下的人来供养你 谁愿意 也不得罪他 不让他不高兴 皆大欢喜 自己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上大当了 大错特错 我们的灵性 清净性 智慧性 天天在提升 这是好现象 功夫的理论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两篇 我们看到了 很欢喜 放在网络上 供养当中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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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